急性肺炎预防和治疗 怎么了? 是感冒了吗? 要不要看个医生? 不用啦,除了小感冒而已 过几天就足迹好了啦 注意,小看感冒 小心会有罹患急性肺炎的风险 急性肺炎 没错,急性肺炎是接触到 利害细菌或病毒 引起的急性肺部发炎 当身体抵抗力弱 感冒未痊愈或没有正确治疗的时候 特别容易发生 年幼的孩子、老年人 或是免疫功能不好的人 特别容易得到急性肺炎感染 甚至会死亡 急性肺炎的症状有哪些呢? 一般人肺炎会有高烧、咳嗽、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 但年长患者 肺炎常常只是全身无力、倦态 因此,往往未能及时就证 那我们要如何预防急性肺炎呢? 有以下六个重点哦 重点一 首要就是定期接种流行性感冒疫苗 尤其是小孩及老人家 重点二 流行性感冒期间 出入人口密集空气不流通处 请戴口罩 重点三 进食前、如厕后 以及看病前后请洗手 重点四 如果感冒超过一周 或发烧不退 痰变浓、呼吸会喘、胸痛 应该要看医生 重点五 平时需锻炼身体 均衡饮食 增强抵抗力 重点六 天气改变 记得注意保暖哦 那如果自己或家人 得到了急性肺炎 该怎么办呢? 首先 一定要早期就医 遵照医师的指示 按时服药 病人要适当地摄取水分和休息 再来 可以帮助病人拍痰 并鼓励咳嗽 尽可能将痰疫排出 如果病情在治疗期间 变得更严重了 要记得回原医疗院所诊治哦 最后提醒您 切记不能重复就医 及滥用抗生素哦 否则 细菌会有抗药性 必须要用更强的抗生素 杀死细菌 身体的负担更大 疾病痊愈就更难咯 不要因为感冒就轻忽 多多关注自己的身体 就能远离疾病的威胁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